電影《心靈小屋》 改編自全球暢銷兩千多萬冊的小說 《小屋》 敘述一個父親因為失去女兒 而身處在痛苦怨恨中 並對自己的信仰提出質疑的故事 故事引起極大的迴響 也超出作者的預料 所以我的妻子 Kim 有了想 某一天給我們的孩子 你寫著一天 會不想讓我們去想 因為你們想在外面的手段 所以我寫了《小屋》 為我的小孩生日式的說話 作為一天的故事 並無從事發表 並無從事發表的冊子 我想小屋對 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其實帶來的震撼 跟影響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周圍有很多很多的人 印著看這一本書 其實有一個很深的 遇見神的經歷 小屋受到歡迎 作者收邀到台灣的學校演講 并在教会机构中传递信仰讯息 也接受各TV专访分享生命见证 所到之处守到书迷热烈包围 而这个感动千万人的作品 也正是他自己的心路历程 It surprises people that I am both McKenzie the main character but I'm also Missy and his daughter who was lost because for many of us there is a child within us that is hurt by circumstances and by difficult upbringings and issues with our parents 生命中遭遇很多痛苦或者是患难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是对他生气 只是上帝他就是要我们相信他是良善 我们永远不知道天父就是在我们在困难的时刻 他正在为我们预备什么样的美好 小屋对于生活当中着讽悲痛而失去信心的人 提供了一个奇妙的经历与看法 也为现今社会带来心灵的抚慰 我来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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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 我来包含